各位喜友大家好我是佳宏 欢迎收看这次的维棋中盘讲堂 那我们这次要看的棋型是这个 那这个白棋显然是非常的空旷啊 那这时候黑棋丢进去显然是 非常眼见的一个好点 那丢进去呢白棋如果说强硬的 下在这边尖一个 那黑棋要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这边 黑棋就冲出来 然后如果说黑棋搬的话应该是比较不行的 如果搬的话白棋就简单断 那黑棋在这个局部的战斗应该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说黑棋打断在一场那白棋简单一团 那这个黑棋局部的攻杀其实是很明显是不行的 我比方说你立我就 简单碰一个收器 这样子黑棋攻杀是比较不行的 那如果说 刚刚我先在这边拖一个 这也是一个局部常用的手段 就是我拖一个 在下面制造出一些空间顺便延弃 那白棋呢就搬一个 那黑棋退 白棋沾 黑棋夹一下是次序 那注意这时候白棋不要用搬的 如果你用搬的话呢 那黑棋这边他就得逞了他就可以搬出来 然后打吃这个 然后再打这个 白棋就已经没办法再沾了你再沾这全部被打死 那你如果说 跑出来呢那这边就被黑棋给提掉了 这样子黑棋就把白控顺利的破掉 所以说前面这边白棋是不能用搬的 只能用立的 那这时候走到这边如果说黑棋 搬出来 那这个局部其实黑棋的战斗是比较不行的 白棋就简单的断掉 那黑棋呢只有从这个断点去做文章 那黑棋就把他断掉 把他跑 这黑棋啊如果想要把白棋打死的话是没办法得逞的 这样白棋沾黑棋挡白棋这边还有两棋 那这样子他就白棋就可以把黑棋断死 所以说没办法那黑棋只有长那这时候白棋的只需要把这个给凹出来这样子 这棋黑棋这两块啊 这两块白棋都是抓不住的 所以说 这样子黑棋这几颗很有可能会死在里面 那也就是说 这棋呢 黑棋拖一个 再搬出来的这个战斗似乎还是 先加一下先加一下之后再搬出来这个战斗似乎还是不利的 那如果说黑棋先在这边动手呢 先在这边下一下 看看是怎么样 那黑棋飞白棋也就碰 那黑棋就顶 白棋沾 那这时候啊黑棋如果说还是从这边搬出来那这个战斗一样还是不行吗 你这边还是打不死白棋因为白棋还是可以把你断死 那你如果还是长那白棋也还是一样 猴出来 那这样子还是一样的 那所以黑棋还是没有办法去搬出来 跟白棋战斗 那黑棋局部也就只能在这边顶一个作火而已 那白棋再把这个断点给补起来 这样子 黑棋打入虽然顺利的破掉了白棋的空但是本身呢自己也 这颗子跟这两颗子 其实都有一点受伤的 应该说黑棋对于这样的结果不是很能满意 那前面这边如果说黑棋一开始啊 不选择冲出来那是什么结果呢 如果说黑棋简单的飞 那白棋还是破 黑棋 再走这个 那你不要用拖的改用小尖的会比较好吗我们可以看一下 小尖那白棋也有挡 那黑棋还是得把这个给做火 跟刚刚差不多的手法就把这个给做火 那这样的结果其实跟刚刚 那一图相比虽然说这颗 比较没有刚刚那么受伤但是 其实这边 都还是大同小异应该说黑棋对于这样的 变化应该还是 不太能满意 那所以说黑棋在前面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局部有一手 很精妙的手段 就是下这个碰33的位置 碰33 那如果说白棋呢简单的挡 那黑棋有什么厉害的手段吗 就是在这个歼22 歼22 那歼到这个22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虎过去这边也可以虎过去 所以这一手等于是就是一个左右风源的好棋啊 然后如果说白棋想要 主度的话 比方说他 打吃这个 然后再沾的话 那黑棋就爬过啦 那这样的话我下一手 简单煎一个或者是简单往脚里一粒基本上就是火棋了 这白棋不太可能在 再去吃黑棋那他可能就只有自己联络那黑棋就简单的 比方说顶一个 顶一个一间这样子直接就做活掉了然后白棋呢这块起也还有一点毛病 所以说这样子白棋呢应该是不能够满意的 那如果说前面白棋用不同的方法给来主度会怎么样呢 白棋比方说打吃这个然后再沾起来 那黑棋就简单的爬过 这样子将来啊这 这边的 黑棋还有一点气质利用的可能 我比方说将来我就在这边飞一下 那你如果要吃那我这边还有比你收气的 一个可能 或者是冲断 冲断进行气质包收都有可能的 你不能打这个你这边被我打出来是不太行那你如果 藏这个的话呢 这边被我一藏那这个白棋 还免不了一场收气吧 所以说这样子白棋好像也不是很舒服那如果说刚刚我这边用挡的呢 那黑棋就简单的把这个打拔掉就可以了 打拔掉那如果说 白棋退的话那黑棋这边将来还可以飞一下便宜你 好那也就是说白棋不管怎么组度好像都没有太好的方法 好像都没有太好的变化图 那所以说白棋如果说一开始啊 一开始不要挡这个 那白棋就搬这个 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黑棋就退回去 白棋往角力捅进去 那黑棋就 贴一下然后 还是碰这个 然后夹掉 之后在这边做活 做活之前可能顶一下会好一点 做活之前顶一下 那白棋呢 把这个断点给补起来 那黑棋顶住之前先把这个便宜掉 再顶住 这样子我们可以发现 呃这个白棋的控啊完全被黑棋给破掉了而且 跟刚刚的 黑棋简单委屈的做活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就是这个棋白棋的木比刚少了许多而且 黑棋也是先手 黑棋是先手 白棋这边有个断点需要补所以黑棋就变成先手 好那这集的影片所有的变化就大致上讲完了那我就简单的统整一下就是 黑棋打入的时候呢白棋如果说肩肩一个强硬的想要吃黑棋 黑棋不管说是贴这个还是非好像都没有太好的结果 但是局部有碰的这一手好棋 那要注意的是 当白棋挡的时候呢黑棋可以肩在这边 肩在这边是一手左右逢源的好棋 那如果说白棋搬呢那黑棋就爬回去 然后再 贴一个 然后一拖 然后贴一下 顶一个 一座眼 这样子就是 这个 这个局部的正确下方 好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